中方对以色列开展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注意到国际法院第三次就巴以冲突发布临时措施命令 首次明确要求在有关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、缓解人道危机的普遍共识和强烈呼声 有关临时措施命令应当尽快得到有效落实 中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 包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做法 要求各方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 强烈呼吁以色列倾听国际社会呼声 停止进攻拉法 国际社会应当共同为缓解结束加杀的人道主义灾难 做出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